早上的这一个Session是针对IoT的 那今天早上的这个议程很有趣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蔡志然 Rekh Tsai 我是今天早上这个Session的主持人 那今天早上的Session 比较针对IoT 但是两个讲者讲的东西 一个正好是从最上层的 Bring Level到这个 Middleware Level 讲到下一场会是讲到 比较底层的一些 一些硬件的硬体的一个 所以还蛮有趣的 那今天上午的这个第一个议程 讲者Susirin 他会介绍的是 Home Assistant这个系统 那它的这个系统 基本上是一个基于 Python 3所写的一个 Open Source的系统 然后上面有超过 应该有750个不同的 软体元件可以带你去点 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智慧家庭的一个工具 然后很多人会把它架在像 树莓Pi啊或者是Docker 叫NAS上面 对那其实我自己有 之前有稍微看过就是像 像Mark Zilber Facebook CEO 之前前两年有一个计划 是说我想要做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像Java的系统 虽然我不是钢铁人 但是我也希望做一个 一个类似的一个 智慧家庭的系统 那我自己也试过 用Home Assistant 把像Apple HomeKit啊 然后把小米的机器啊 跟Amazon Echo 接在一起 那它其实是一个 开源的系统 然后非常有弹性 可以让我做很多 这种自动化的工作 那今天的讲者是一个 熟悉是使用Python的 资料过程师 那目前在制造业 那研究的领域是从IoT 到资料流的处理等等 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者 然后来开始今天的议程 请大家掌声 欢迎这个讲者 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非常客气 就是他其实刚刚意思是说 这一场比较没有技术性 下一场比较有技术性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 轻巧可爱 可是有点难上手的一个套件 那叫Home Assistant 主題是怎麼樣Viewing的Smart Home 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剛主持人已經介紹過 我在一家商標是很藍色的製造業公司 半導體製造業公司 然後最近號稱它是台灣最大外資美光 在這邊做資料的工程師 通常就是跟數據相關 然後其實主要還是跟人相關 你知道工作嘛 那我focus在幾個部分 集中是IoT 然後Streaming Process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很想要促進說 部門或IT部門上面的Engineer的Culture 那我會在各式各樣不一樣的這種場合 Meetup出現 OK 那今天我會講什麼呢 今天第一個我會講什麼是Smart Home 那大概有一個概念 大概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Smart Home 那我會稍微講一下我今天講的Smart Home 大概是什麼 那再來是說這個Home Assistant怎麼樣用 那為什麼會有 會選用這樣的套件 接下來第三部分就是說 會有一些簡單的步驟 稍微介紹一下怎麼樣用Home Assistant 那我今天原本是想要做一個Demo 可是因為網路上面設定可能有點麻煩 所以我會用一個大概概念圖的東西 跟大家介紹說可能有什麼樣的做法 OK 然後我今天不會講什麼呢 我今天不會講說硬體怎麼是hacking 因為那不是我的專長 我相信第二位講者如果在的話 他應該可以幫我回答這個問題 OK 然後那 那因為我把這個Home Assistant 是裝在這個Risputed Pi 那基本Risputed Pi 我相信大家應該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所以我大概也不會講一下 然後那 Smart Home這個市場其實非常大 所以 我不會提到說大概這幾個 比如說Amaron Echo Alessa Google Home 這些的比較 那 其實有很多業界的前輩都有些比較 後面有一個reference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還有 另外很重要 其實我們沒有太多source code 在這個Planetach裡面 我會帶一點點 代表我們還是講Python 我這個投影片已經放在那個 大會的我議程裡面的介紹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下場 OK 所以 想一下什麼是Smart Home 也是說一個智慧家庭 那通常剛主持人介紹到說 那個Facebook 那個Guy 他想要做一些很自動化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也想 那 最主要的其實 還蠻有趣的 大家家裡有養狗嗎 有養狗可以舉一下手嗎 大家都沒有養狗 這不是一個動物吧 好 那題外話 因為我們家有狗 然後 夏天很熱 可是我們不太可能開冷氣 冷天給我來吹 因為我都沒有整天吹冷氣 然後 然後我會開電風扇 那我希望是什麼呢 他到某個地方 那個電風扇會開 然後他到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電風扇開了 然後原本那一台關掉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情境 就是有些東西觸發了 有些東西去做回應 所以 再來講說 Smart Home其實就是 這一些能夠互相溝通的Synths 能夠 能夠 不管是聯網 或是 不管你用利幣 什麼 Bluetooth 各式各樣的 的 Protocol 去做溝通聯繫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在 Home 在一個 場域裡面可以做進行 所以大家可以分成幾個部分 一個是 被控制 然後 被控制之後 剛剛講的 類似有個 路由的東西 所以是被 有 Automation 的感覺 那最終呢 最終就是他 剛剛早上那個 陳孫玲博士又講 就是 AI 的部分 非常可怕 就是他會自己 掌控你的家裡 OK 稍微講一下 所以以架構來講的話 應該會是怎麼樣子 架構來講的話 所以最底層 就是我們買了各式各樣的 會發光 會變色的燈泡 會跟你說應該要補貨了冰箱 你可以遠端去 斷的插頭 電視之類的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可以做連接 所以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他會傳達 一個 Information 就是這個 Status 它現在是什麼狀況 它是 On 還是 Off 它現在幾度 它可以感受到 什麼樣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 有事件發生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一個 Sensor 它感受到有東西經過 所以這是一個事件 所以它會 進行這樣子 一個是 Information 是 Comment 來做互動 那我們以使用者來講 我們就收集到 這個 Information 那我們就想要做一些 Comment 下去 這是最基本的 Home Control 那其實 大家都應該知道 IFTTT 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 If This Then That 那其實這個就是 Home Control 一堆 Home Control 一堆 Home Control 組成起來的入耳的話 就會變成 Home Automation OK 就是一堆 IFTTT IFTTT 那所以新成功會是怎麼樣 就是 Home Automation 有一些入耳 那些入耳是你經過你的 Configuration 那進一步我剛剛講到的就是 它可能會學習 然後有一些機制 就是演算法去做因應 那 Home Automation Home Assistant 這個套件呢 其實寒刮的就 這個部分而已 所以它沒有把 Smart Home 這部分寒刮在裡面 可是因為它是 Open Source 所以你可以藉由某一種方式 是把你收集到的 Data 去做回應 去做反應 加到這個 Comment 裡面去 OK 那可是呢 可是呢 Smart Home 的 Challenge 是什麼 其實這不只是什麼 就是物聯網的 Challenge 就是這樣 有太多太多的 Device 所以你的 Protocol 就很難去有一個統一 那很難統一的話 就在溝通上就有一個問題 就像我們 很難去跟其他我不懂語言的國家 去做溝通 只能用筆手畫腳之類的 可是這不是很好的方法 另外就是 如果以業界來講 剛剛跟主持人有聊到 比如說你家裡如果買了 Google 的東西 那你就 Google 的 App 那你買了 Emelon 你說 Emelon App 那你買了小米 就小米的 App 那今天我要操作三個東西 我就要開三個 App 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上面其實是個問題 而且其實這也是市場的契機 所以你怎麼樣把這整個做更好 那就是更多的情景 那其中有點很重要就是 Privacy 跟 Trust Smart Home 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 就是 我不在家的時候我想要知道在家的情況 我在家的情況 只是說我不希望人家可以知道我在家的情況 對 所以這個 Privacy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那 Easy to Use 我不敢保證 Home Assistant 很 Easy to Use 不過這是一個趨勢 OK 那為什麼會選 Home Assistant 這個東西呢 那剛主持人想到 這是 Open Source 那有 Python 3 那有 Python 3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就是這個 Commune 非常 Active 它是兩個禮拜就 Release 兩個禮拜就 Release 兩個禮拜就 Release 一個新版 就自從我上次看是 0.6 不知道多少 所以我前幾天在重新安裝的時候 已經0.7 它一直在 Release 而且非常多非常多的那個 Tutorial 那剛主持人也講過 它又 Support 很多 Devices 然後它其實是 Configuration Base 所以我前面有提到說 我們這也不會提到太多的 Call 大概就是你透過一個 Configuration 然後可以做到某些事情 OK Cross Platform 也就是說 我今天把這個東西裝在說明牌 其實它也可以裝在 Windows Links Make 上面 做一個 Hub 那 剛剛也提到說 Privacy 的問題 Privacy 就是說 今天我不想把我的資料傳出去 所以我把我的資料傳在我某一個機器上面去 所以 Cloud 是個 Option 那 Cloud 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 就是有好有壞 那 我們最怕就是說 當 AWS 當掉之後怎麼辦 那我家裡的 Function 不都沒有嗎 我就沒有辦法把我的東西做一個呼應 所以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套件非常重要一點 就是它可以是 No Cloud 的情況 就是 Local 可以 Run OK 那 在用 Home Assistant 這邊 就有兩種角色 一個角色就是 你是個 Hacker 你是個 Maker 你想要自己做你自己的套件 所以它這邊有很完整的 Developer 的 documentation 那另外呢 就是今天我的重點 就是我們是個 User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使用 Home Assistant 可是我還是稍微帶一下 這個 他們 Architectural 大家怎麼做 這邊 我剛開始看的時候 有一點 Confused 也就是說它的 Turn 很難去理解說 它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它有一個特別的 Turn 比如說 Play Phone 是什麼 其實 Play Phone 指的是 某一類的 Device 比如說 燈 Light Play Phone 指的就是燈這一類的 Devices 另外一個 Turn 是 Components 那這 Components 就是分成兩類 這個也很難去理解 我覺得 我不知道要怎麼設的 一個就是說 我有個東西 會跟 IoT 相關 這個領域相關的 它是 Component 另外一個呢 跟事件回應有相關的 它是 Component 所以它有兩類 我自己看的時候是很 Confused OK 然後它還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一些 在架構上的 Event 它有 Event 然後剛剛講到 Status 怎麼記憶 Status 然後跟很多 Service 相關 就是 Service Registry 然後 Timer 因為剛剛講到 Event 的話 Event 的話可能有兩種 一個是 Location 改變了 或是說一個是 Time 某一個時間 我希望每三秒 或每十秒 做某些事情 所以它是可以有 Timer 的 所以它從這樣的架構上面 可以看得到 OK OK 可以看成是變成這樣子 所以它變成一個一個 以剛剛最低下面是 IoT 所以這是我們的 Device 那透過了 它整合很多不一樣的 API 所以透過了不一樣的 library 去整合 那這邊有一個小房子 都是 Home Assistant 的 Component 之類之一 這個就是 Platform Cue Platform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 大家知道 Cue 是什麼嗎? 就是一個很貴的燈跑 幾千塊的燈跑 然後 所以它屬於什麼? 它屬於這個 Light Light 的 Component OK 那再往上就剛剛講的核心 剛剛講的 Home Control 就是核心 然後 User 去 Control 那另外一邊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Component 就是跟 Automation 跟 Event 相關的 Component OK 所以它用這樣不一樣的概念 去組成說 你家裡的 Home Automation System 所以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知道 你要用某些東西 你那些東西可以做什麼? 那再來是什麼? 你那些東西想要有些 Ruler 來做互動 所以其實概念很簡單 概念還蠻簡單的 所以以這邊來看的話 這個是 Component 所以它可以去跟 Status Machine 說 它現在的狀態還是怎麼樣子 那它狀態有改變的 其實就是 Event 就是 Event 的話 就是驅動說 不一樣的服務 那 Event 也會受到這個 Timer 所改變 所以剛剛有講到 每個小時跑一次 是呀 就是空 Tape 空 Tape 空 Tape 那種東西 OK 那講到 Component 其實剛剛有講到就是 它的 Support 非常多 那其實如果家裡有買 Google Home 的話 可以去看看它的 Google Assistanc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接哪些東西 那其實這是很 Tricky 東西 就是譬如說我今天如果 我是一家製造商 我做一個冰箱 那我想要讓 Google 這樣子的東西可以連接 那我就要去 Implement 它的 API 其實透過的就是這樣子 你去不斷不斷不斷去做整合 那這邊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是 Open Source 所以很多人去做不同的整合 那剛剛有提到的小米 其實這個有一個東西 就是小米的這個 Gateway 所以小米其實透過不同的Developer來做 其實它沒有很多這樣子的套件 那這是唯一 Python Core 的地方 唯一嗎 唯一嗎 唯一 對 所以這個我是很簡單的跟大家說 其實它這個大概是怎麼樣 做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要自己做一個 我自己的 Entity 的話 我怎麼樣去 Implement 其實就是先去找它是處於那個 Component 比如說我今天是 Switch 所以就是 Switch 的 Component 再做出來 然後也是 Status 然後這 Status 可以做什麼 它有什麼樣的情況 都 On 然後不同的動作 Event Turn On Turn Off 所以基本上 概念還蠻簡單的 就是從不同的分類來做 那另外一點是什麼 Automation 怎麼做 這邊的 configuration 都是 YAML File 所以 YAML File 另外你其實看的話 大概只要它不是寫很奇怪的單字 應該都看得懂它在做什麼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 Automation 的 Rule 一個是說 當這個 Sensor 的 Value 超過 10 的時候 它會 Send 一個 Notification 那邊那一個 然後另外 比較靠螢幕右手邊這個的話 就是太陽下山的時候 它會把燈打開 OK 那這邊有幾點稍微大家看一下 剛剛講的 IFTTT 就是 If this, then that 所以是某種情況 某種情況 它想幹嘛 太陽下山的時候 OK 然後 Trigger 什麼 Trigger 開燈 那它還帶一些條件 還帶一些條件 就是這些 Group 就是在這個裡面所有的 Living Rule 裡面的 Group 所有的 Light 都做這些事情 所以它的 Rule 大概就是這樣建起來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先從很簡單的 Rule 開始抽 因為你到時候 如果寫太長的話 也不知道到底自己在寫什麼 那因為這是 YAML File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額外抽出來 抽出來是一個檔案 來做個別的區分 不然都寫在同一個 OK 這個其實就是 大家如果可以進去的話 可以去點這個 就是它的 Demo 所以就在這裡 OK 這是假的 所以它可以連到 Chromecast 然後它可以跟 看現在 Cookie OK 所以這些其實都可以點 然後這是有多少使用者 然後 點出來 這是 Map 它可以 Location 某些人在哪裡 所以其實 功能還蠻強大的 然後 有些 developer 覺得這個 GU 還蠻漂亮 我就覺得很普通 不過整合性很好 整合性蠻好的 然後因為它這個是 Responsive 的介面 所以你在手機上面 也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它的 App 其實就是直接點到 那個網址上面去 OK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第一個就是安裝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安裝 那 通常 會建議說 因為我們 Rong Smart Home 我們不希望說 一般 一般是希望說 它騎乘24小時 跟 7-Event 一樣 就是一直在Rong 一直在support 所以我們會用比較低耗電的 像 Raspberry Pi 這樣子的 的一個 裝置 來Rong這樣子 你當然 家裡有電腦也是可以 那 如果你沒有用到電腦 你也可以用它來裝 可是它可能就比較難拿來拿去 那再就是做一些 configuration 最後這個我剛剛講 就是射你的路 那安裝上面 我接下來會很簡單的 帶到底怎麼樣使用 所以安裝上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些 Image 這個不一樣的 Image 那如果你非常非常喜歡 自己動手來 你可以從原生的 Raspberry Pi 的 Image 開始 或者是說它官方的 開始 然後你再一步一步去安裝 因為它是 Python-based 所以很多其實就是 PIP install 什麼 PIP install 另外 我想要提一點就是 為什麼我會看到這個套件 我不知道主持人怎麼看到 我是在某一個 類似電子報之類 收到說 這個套件是去年 回耀度前十的套件 那我就點說 它到底是什麼 那 我後來查一下 在台灣的討論度其實不高 可是它對岸非常非常高 所以如果我後面有連結 如果我的頭部後面有連結 在知乎上面有很多教學影片 那這個是對岸他們自己做的 他們有一個非官方的中文的網站 他們自己做的 Image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是 Hits.io 這是 Home Assistant 他們自己做出來的 比較容易安裝 然後Ready-to-use的這個 Image 所以它這個其實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樣子 剛開始用的時候 你會有點 compute 說 那它跟 Home Assistant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它其實就是 建構在 Home Assistant 上面 然後 大家如果對這個 Racing OS 有一點點概念 的話就知道 它這個有點類似 Container-based的 然後應用在 Empired System的 一個 Apporation System 所以它是Based 在這個Racing OS上面 然後 所以它其實就是 就是把這該裝的東西裝一裝 OK 然後透過不一樣的 Add-on 然後去把這些功能做實現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 想要直接用的話 其實就是安裝這個就好 不要去碰其他 因為我試過其實 Conversion還蠻反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大概安裝好的樣子 然後 其實我的已經裝好了 看一下 大概裝好就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 我有裝那個小米的 Gateway 那因為它現在沒有抓到 所以待會兒 這個會有點問題 那另外一點 我待會兒再提到 跟小米相關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其實 這個是剛剛安裝好 所以很簡單 它有幾個Sensor 然後一個是 它是會去 Detail說 你這個Location的 那個 日出的時間 日落的時間 然後這是我 另外加了一個Sensor 就是它是Random跑一個Value 這都是官方上面的一個Sample OK 所以 Configuration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再把一些這種 A檔加上去就好了 OK 所以 我再跳過來 就在這個 我已經裝了一些 OK 然後 它說你們要使用的話 想try的話就到這邊來點 那如果有自己做 或是還沒有到 Official Release的話 可以從這邊加 那這邊有Official Release 然後是Community Release 這個東西 OK 那我稍微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大概有什麼 可以用 其中有一個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用 有沒有用過RisburyPi 我第一次用RisburyPi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進去RisburyPi 對 我裝了之後 我不知道怎麼進去 然後因為它也沒有螢幕 對不對 然後又沒有鍵盤 所以剛開始就是SSH進去 然後它有辦法連網路 那這個也有點像 它其實就是把你的那個 它是Rung記憶卡的 把你的那個資料硬碟 跟你的現在的網路 Mount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去 assess到它的這些檔案 所以你直接去修改就好 而且 尤其這個 Home Assistant 它 我剛剛講它是 Configuration-based的 OK 所以 它只要改一個 YAML file Configuration的YAML file 基本上 其他人不用太 太 除非太有Defense 不然那個就夠了 OK 另外一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 SSH 進去 進去 有嗎 OK 它就是這樣子 它就可以進去 然後我現在 一進去就是在 在root裡面 OK 所以 出去外面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跟剛剛那一樣 通常我們會改的東西 就在Configuration裡面 裡面 就是這個 Configuration-yaml file裡面 這個 OK 其實 他們也知道說 其實這個 可能沒那麼好用 所以 還有一個套件 是 Configurator 就是直接在這個 Web UI上面 就可以去讀 然後 就可以讀那些 檔案 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Configuration 可以開了 然後 這邊看得到的話 這個就是我 Configuration的 YAML file 它會有一些 基本資料 我的這一台叫什麼 然後 經緯度 這一類的 然後 時區 OK 然後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Tone Assistant是由 剛剛講 Playform跟Component組成 那主要就是 不同的Configuration 組成 你的 整套系統 那 我剛剛加的 有一個是 Rendon的 看一下嗎 這個就是 Rendon Sensor 然後 其實我已經把它 Configuration掉 只是我沒有Restart 所以如果我Restart的話 它就會不見 那它是屬於在哪裡 它屬於在 Sensor的Component 那Playform就是 我的Rendon 這個Playform OK 所以 大概稍微搞懂一下 那我下面這個 就是 小米的Gateway 大概要輸入一些資訊 那後面還有一些 Cloud方面的設定 所以剛剛講到 你 有一些跟Event 相關的Component 其實那些都是Automation 它有些 Build-in Automation 你直接可以 就把它裝進來用 OK 那最後其實 我想要講的就是 大家知道這句話嗎? Hey Google OK Google 然後 家裡人就覺得你神經病 整天在Google 來Google我去 好 這個就是 怎麼樣跟Google Home 做一個聯繫 這是一個關鍵語 那 Home Assistant 它有幾種方法 有三種 應該這樣有三種方法 跟Google Assistant 有相關 第一個呢 就是你直接 去跟Google Home 做連接 這個Configuration 上面有點難難 然後第二個 其實 你的Home Assistant 可以模擬 Google Assistant 也就是說 它可以去跟 你Google Home 做得到的事情 它可以做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其實 他們最近想要推 就是 Home Assistant Cloud 比如說你透過Cloud 來去跟這些 不一樣的平台 做連接 但目前只有兩個 就是這兩個比較大的 Google Assistant 跟 Emeron Elexa 這兩個 那 最後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 那其實架構上 應該是怎麼樣 其實 我剛剛有提到說 smart home的問題是什麼 smart home的困難點 就是整合 你今天 你今天 你做出來的東西 沒有辦法被 大公司整合 你其實你的 在市場價值會很低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平常講的 平台經濟 就是 大者很大 OK 那今天 我剛剛講的 Google Home 我如果要接的話 有幾種方法 一個就是 現在還沒收費 它未來可能會每個月收五塊 我不確定 它能不能Walk 因為有點貴 然後 透過這個 Home Assistant Cloud 去接 另外就是我剛剛講 直接接 那 為什麼 Home Assistant會這麼紅 其實有幾點 一個就是 剛剛講Privacy 另外一個就是整合度 所以它可以透過 它的那個 剛剛講的單一介面 然後來控制 不一樣的 smart things OK 所以 我當然是希望說 我就直接在這上面 做控制 我就可以連小椅 然後我可以連 我的那個 小米 Home 有另外一家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提一下 就是大陸 智能圖樣 它整合非常多的 不一樣的 Devices OK 然後 這樣子來進行 所以說 我要講的其實就是 如果 你們想要做 自己在家裡建 smart home 除非你時間比較多 不然其實你全比較大家就好 然後 然後如果沒那麼有錢 其實小米是個很不錯的選擇 那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我要講的就是 Holing System在 因為東西更新的非常快 我這邊有講說 我今天不會講到 硬體的hacking 因為 我要去連小米的話 我大概 我要去把 它的氛圍去做hacking 我才有辦法 拿到它的那些資訊 那 小米的gateway也是一樣 我很悲慘的買了一個 台灣版的 然後發現 其實台灣版它沒有辦法拿 拿到它的mac address跟key 所以沒辦法用 所以要買的話 反而要買大陸版 所以這樣的資訊 其實 都有啦 只是我那時候沒有去google到 所以我就多買一個那個gateway來試 OK 其他方面的話 例如說我剛剛這邊提到的 像這個圖 其實現在home assistant 其實沒辦法接 可是呢 google home可以接 所以我就可以透過 home assistant跟google home做相接 OK 好 那個take home message 所以 所以 現在還沒有很多 沒有很standard的protocol 所以大家在購買的時候 或在建造的時候 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不然你開了一堆app 就很麻煩 那home assistant 有for developer 跟for user 那如果你要用的話 就用hacks.io 未來的話可以考慮大概 用home assistantcloud OK 那最後還有很多reference 然後我想要提的就是 其實我剛好稍微搜尋一下 有非常非常多教學影片 多到我看不完 然後很多教學影片 大家如果想要用的話 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要注意一下版本 跟你的手頭的硬體 OK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這兩篇文章 一個如果你有做data science的話 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你想想看 你今天買了google home 可是你有辦法拿到 你家的data嗎 可能沒辦法對不對 因為他都寫實了嘛 寫在那裡面 可是home assistant有辦法 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家的data 去收進來 然後去做分析 那這一篇是 PiceCon倫敦 去年講的一個主題 他是講這個件事情 那另外 有一篇文章在講 智能音響的一些發展 現在的home smart home的路口 一定是智能音響 用聲控去控制 去做整合 所以我覺得這篇寫得很好 OK 所以這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開放問題嗎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兩個問題啊 第一個是說 因為我自己有那種 就是隨身用的那種空氣清淨機 所以當 位置的時候 這個home assistant 它可以抓到那個device 第二個問題是 像您剛剛提到的 Range and IO 之前我們公司也有採用 那假設我印象沒錯的話 它會建立VPN 達到它可以SSH的功能 這對home assistant 尤其是 比較重視privacy和security 會有什麼影響 謝謝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你的空氣清淨機 我剛剛講到 我們的device 有東西要送過來 一個是Status 它沒有辦法送Status過來 它沒有辦法把它的位置 在哪裡送過來 如果它有辦法送過來的話 空氣清淨機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它可以detail到它的位置 因為它的位置改動的 就是Event的Change EventChange 就可以trigger其他東西 OK 那第二個問題其實 沒錯 啊 資安非常重要 對 然後其實你講的 我不太確定 大概怎麼回事 不過 今天 我沒有demo Google Home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它必須要連外 比如說我這個東西必須要被 Google Home連外去assess進來 我才有辦法做那樣demo 那它事先要做什麼 它事先要做一個hostname的去main pin 然後還有去做SSH的加密 OK 所以 在連線上面加密是很重要的 一定是 你東西出去一定要做加密 要嘛不然你就不要出去 就是自己在這個local上面 跟host那些data OK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它的vpn方向跟傳統的不太一樣 它是從雲端進來 不是從home出去 所以你說racing.io那個 我就不確定了 OK 謝謝 OK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想講者應該還會在會場一段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可以到前面來討論 那我們下一場的時間在十分鐘後開始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覺得 很